今天其實丟出來一個是非常強烈的震撼彈 這個震撼彈的真相是如何 雖然到目前為止 馬英九說 根本這個九二共識是從頭到尾 沒有改變的 可是實際上 那麼也就是等於要爭取說 台灣的選民到底什麼是中間的選民 問題 國民黨榮英主席連在線的強烈的斥責 包括陳水扁先生的強烈的回應 這是我們剛才一直在談的 是可能會有很大的轉變 不過剛才 余梅小姐在現場的來賓質疑說 哪有人說的什麼叫台灣國 我說這個包括現場提前人都講 我們先看一段現場提前人的說法 我選的是台灣國民總統一份辦公室 先讓我講完齁 第一個 因為你這個題目一直要導演成什麼 好像中華民國對決台灣國民之爭 我要講的是說 你看謝長廷從頭到尾講的話 他主要在講什麼 他是要選一個國家啦 本來就是主權動議的國家 這是國家的總統 所以我剛剛講說 謝長廷有講說 明年就是國號改掉嗎 我在爭執的是這一點 第一點喔 第二點喔 我的話剛剛很可惜被打斷了 我要講的是什麼 今天也沒有誰可以說他代表所有的人 明年的這個選票啊 很可能是什麼樣 我們明年是一票要選總統 一票要選不管是陸聯還是反聯公投 對相當一部分的台灣人來講 陸聯公投或者反聯公投 我相信尤其是陸聯公投占絕大部分 是一個全民意志的表彰 是要向全世界發出 我希望台灣加入國際社會這樣子的心聲 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很崇峰的價值跟理想 有相當一部分是這樣來想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如果沒有過關的話 等於是向全世界宣告說 我不在乎台灣是不是能夠加入聯合國 所以我要說的 為什麼我剛剛說不能代表全部 有一些人認為說 最重要是選總統 可是有一些人認為說 在這個神聖的時刻 公投這票也是非常重要 他非常看重這一票能夠過關的 有很多人真的是真心的 有這個理念的 可是帶頭的人絕對不是真的 要說台灣入聯 可是要說選一個台灣國 這是什麼 陸哥由我來處理 謝良廷剛剛那一段話 也回應一下這個余妹妹 其實你用寬鬆的角度來 聽她那一段話 其實沒有錯什麼 沒有什麼錯你知道嗎 她講說我們什麼都有 就像一個國家 說話同學算台灣夠個總統 她這個台灣國 跟獨派政治狹隘定義 台灣共和國 憲法上的台灣國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的差別 所以即不是原罪啦 那我也一再堅持就說 每個人其實有他的政治的選擇 政治的主張 只要是 尤其是要做一個國家領導人 你就把你的價值主張 很公然的 很透明的攤開來 向取民心事 這也是你的責任 所以馬上有先生 不管你的主張立場是什麼 我們都尊重 台灣本來就是個多元社會 你就是主張同意 也沒有錯 那就是你的理念 也沒有關係 或者你要永遠維持現狀 都可以 那今天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 谷徽騰這個事情 我一再的講 我說陳水扁總統 以他的總統的身份 其實不適合去講的 但是我還是要覺得說 後面臨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 你一個國家認同 或者說 你將來要把台灣 帶到哪個方向的問題 或者說你的理念主張 是不是一致的問題 這可能是必須要對人民來講的 因為這裡面就是有講到就是說 他這個馬英九先生 他其實在這個 親筆有撞寫這個對聯 那麼就是所謂化銅劍 化毒箭筒 箭筒到最後終極統一 那是馬英九寫的還是 他這邊這邊寫的 這個是這個 這是馬英九寫的嗎 這個 我就說這個是那個 立法院新聞知識管理社會顧 我說這邊寫的 這邊中央日報 挺好講 你剛剛說馬英九寫的 就不要刻意誤導了 我沒有刻意的話 這是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 這可不是民進黨的計劃吧 中央日報 我現在講 我現在講 他這邊講 你先仔細看清楚 是不是還要分 你先仔細看清楚 那分回來 中央日報這樣寫 我可以寫吧 中央日報上面寫 中央日報 這個兩旁還有馬英九 親筆撰寫的對聯 上聯式化毒箭筒 全面振興中國 好 這個是中央日報 好我再講中央日報寫的 那先就是說 現在只是大家要知道 馬英九先生你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其實那天 每一家媒體都有報道 我不曉得余美美小姐是刻意不知道 還是真的不曉得 就是秦孝宇寫給馬赫林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實在不太 是不是馬英九寫的 剛才 當然就是秦孝宇寫的 媒體都報導 他自己